歡迎收看今天運動這集話 我是你的Jer良Derek 今天特別來到了天目古道 因為我待會在這邊做一下訓練 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最近在發問 因為疫情關係很多比賽都停止了 但現在想開始重新訓練 該怎麼安排他的訓練計畫呢 所以今天這集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訓練計畫上安排的一些技巧吧 首先我很常在留言處看到的就是 教練我接下來要跑個什麼比賽 我該怎麼訓練呢 其實你這樣問我 我是有點沒辦法回答你的 因為這個問題太廣泛了 我應該知道你的時間還有多久可以訓練 你的訓練週期可以多頻繁 一週可以訓練幾次 才有辦法幫你做一個比較細緻的規劃 那可以知道你的比賽日期之後 我們才會依照你的訓練週數 來安排你的訓練計畫 那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比賽目標 距離你現在可以開始訓練的時間 可能只剩下四週的時間 那我的建議就是 慢跑就好 因為你現在的慢跑 才可以把你的有氧耐力提升 在四週內 當有氧耐力恢復之後 才可以來準備 應戰你接下來的這場目標賽事 那如果你的訓練時間呢 可能有六到八週的時間 你就可以稍微有一點點 週期化的安排 你可以在前面的三到四週 做基礎有氧耐力的累積 把你的有氧耐力穩固的建構好之後 接下來的五六週 可以稍微做一點點的間歇刺激 刺激一下最大攝氧耐力的提升 最後兩週 再來安排你的比賽目標配速的訓練 那如果你的比賽目標呢 是比較遠的 可能像現在是六七月的時間 你的目標是在年底的12月 那你就可以安排一個 比較完整的週期化訓練 那週期化的大方向 就是一定要有個基礎期 來建構穩定的有氧耐力基礎 才有辦法訓練接下來的 進展或巔峰期 刺激你的最大攝氧量提升 當最大攝氧量提升之後 你的跑步成績才可以再往上更進一步 接下來最後一階段 才會回到比賽配速的練習 OK 所以講了那麼多 最主要就要跟大家分享 訓練不單單只是只有跑就好 跑得快跑得慢 跑得長跑得短 都要依照你的週期訓練來做安排 對於你的目標賽事會比較有幫助喔 OK 所以總而言之 先知道你目前還可以訓練週數有幾週 再來從中安排你的訓練配比 那最主要最希望大家做到的就是 基礎期一定要做得夠穩健 接下來後面的間歇才跑得動 你不要想著我要跑間歇就可以進步 當你用耐力不夠穩健的情況下 間歇跑再多 你後面都會提早變喘 跑不動 這個時候刺激的效率就會很差喔 好啦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的訓練計畫不知道該怎麼安排的話 或許可以參考這支影片喔 我是姊姊楊哲瑞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個喜歡並分享 隨便可以訂閱我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